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美男子陈毅领衔主演网剧《傅山海杀青》 让不少艺粉磕到了田 10月25日 陈毅领衔主演的网剧《傅山海》宣布杀青并发布《杀青特辑》 官方微博配文称 始于春光明媚时 终于秋日萨爽 135天呈现不一样的江湖武林 将新读韵志佳作《山海不宜情异常》 赴山海期待与各位早日相见 陈毅 原名赴诗奇 1990年5月17日出 生于湖南省淮化市陈西县 陈毅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他的父母在淮化市当地是相当有名的富豪 要说2024年最火的演员 那诚意真的当之无愧 作用三部武侠剧 收获颇丰 资源好到报 诚意出道以来的资源非常好 当年平堂工美人天下而进入娱乐圈发展 接着出演了青云志 盗墓笔记 长安诺等精彩作品 逐渐被大众熟知 比起同期演员 诚意的事业发展要顺利得多 诚意的好资源都来自背后的公司 诚意的经纪公司据说是欢瑞旗下 如今是公司力捧对象 第一次知道诚意时 只是觉得说话随和温柔 态度谦逊有理 但真正走进他的作品世界莲花楼才发现 东海大战后 他从闯荡江湖的四顾门门主李湘怡 到神医李莲花演的都很接地气 毫无违和感 很多观众直呼 美男子 穿起古装风度翩翩 女演员在他面前也逊色几分 这位演员以他独有的方式 在演艺道路上稳步前行 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 从最初的青色配角到如今的独当一面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 他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 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心怀感恩 用实际行动感谢粉丝的支持 双向奔赴的爱才能更长久 他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 坚守着自己的初心 回首往昔 他最受打击的一句话 导演说他一辈子 也不适合当演员 如今他忍辱负重 画悲痛未力量 他的武侠剧里 不仅画丰美的撩人 而且他的人设或者搭档CP 也是条件很不错的 像莲花楼里的曾顺膝扮演的小宝 对师傅李湘怡唯唯诺诺 两人的合作也是让不少艺粉磕到了甜 吼甜吼甜的 诚意用实力 证明什么才是天选演员 一道演戏就是天下无敌的高手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